男人白天只是一个老实的侨夫 可一旦到了夜半时分 他就会瞒着父母悄悄醒来 从床下拿出一本绝世秘籍 去往树林修炼精尿剑法 男人的名字叫做吴继 本来是一个以砍柴为生的侨夫 不曾想他在一年前 机缘所致得到了一柄破剑和剑谱 剑谱上的剑交精尿绝伦 再加上吴继有很高的习武天赋 因此仅仅不到一年 他便成为了一名二流高手 这把破剑跟剑谱真厉害 到底是什么人意识的 吴继好奇破剑和剑谱的主人 为何一年之久不来找他 可他不知道的是 有一个人一直藏在暗中 观察他这一年来的武功进度 而这个人就是杀死双交 创立天门的大反派岳龙轩 可岳龙轩不知道的是 他的所作所为也被一个黑衣人看在眼里 这个黑衣人同样来自天门 乃是天门十二期中的黑期 时间来到半个月后 吴继的人生发生巨大变化 他的养父母被人残忍杀害 吴继从养父的手中 找到了一块玉佩 认为玉佩的主人就是杀人真凶 因此吴继杀气腾腾的来到龙阳镇 找到了玉佩的主人小鱼 这块玉佩是你的吗 是我的 哈 原来是你捡到的 那这是太好了 要锒铛的小鱼 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准备上前拿回自己的玉佩 谁知迎接小鱼的 竟是吴继的常见 小鱼见吴继来势汹汹 还以为是老爹与老大的仇人 立刻施展轻功逃窜了起来 吴继同样施展轻功紧随其后 拦住小鱼与其展开激动 小鱼本身的武功就很一般 再加上没有称手的武器 刚刚交手便落入下风 被吴继一脚踢下船棚 小鱼顺势捡起船膏当作武器 却被吴继一把抓住飞向半空 紧接着又中了一记横扫 往小河中掉落下去 小鱼眼见不是吴继的对手 立刻发动嘴顿询问吴继 为何无缘无故前来杀他 吴继倒也没有隐瞒 说出是小鱼先杀了他的父母 小鱼闻言直呼冤枉 认为是吴继找错了人 在小鱼的一通权力辩解下 吴继总算是放过了小鱼 但是小鱼也必须在三个月内 替吴继找出杀父母的真凶 小鱼既不如人只好妥协 跟着吴继续往了凶案现场 他在现场仔细搜寻 发现烧焦的木柱上 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剑痕 认为吴继的父母在死前 曾与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并且双方用的兵器都是剑 不可能啊 他们都是规矩的老百姓 一点武功都不会 你确定 得知吴继的父母不会武功 小鱼又四处搜寻了起来 竟在一根倒下的房梁上 找到了一片嵌入其中的金叶子 小鱼认为这种金叶子 就是杀死吴继父母的凶器 只要找出金叶子的主人 就能找出杀人真凶 画面一转 一群不速之客来到了天翔赌方 他们自称来自天下第一山庄博尔庄 为首的是大师兄段天保 以及博尔庄庄组之女宇文霜 宇文霜奉父亲宇文普的命令 邀请于老大的天翔赌方 加入他们博尔庄地结的联盟 共同对付新崛起的天门 我大师兄带来五百两金子 是我爹给于老板的见面礼 希望于大老板到时候能出席参加 博尔庄将会在一个月后 举办赌方联盟大会 希望于老大按时赴约 小于和吴继回到赌方后 认为博尔庄居心不良 是要趁机吞并各大赌方增强实力 意图与四大门派并驾齐驱 而吴继看到博尔庄送来的黄金后 有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发现 这金叶子不是杀我父母的凶器吗